大家好 知道我們在哪裡嗎 猜猜看喔 答對了我們在屏東縣的 原住民文化園區 知道我們是來自哪一族的嗎 待會影片就會告訴你答案喔 好漂亮喔 對吧 因為我們現在位於 民文化園區 是不是很有特色 因為這個園區呢 總是82公斤 所以他們有設置這個導覽車 在我們去做這個動作 上車囉 沿路我們會看到 路邊有很多原住民的雕刻 以及裝置藝術 你當然也可以欣賞山林的美景 呼吸新鮮的空氣 請大口大口的呼吸喔 園區整個沿著愛寮溪而見 所以可以看到河邊 因為現在是三月 還不是雨季 所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河床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整個園區 的樹木修剪的非常好 很適合來這邊建行 屏東是我的家鄉 也是出了名的熱 不只天氣熱 人們也是非常的熱情 那來到原住民文化園區 這裡是台灣族 以及盧凱族的家鄉 我們現在來到哪個展區啊 我們現在來到布農族的展區 那布農族差不多有多少人口 在台灣的話大概有五萬人口 那麼多 蠻多的耶 那他們是分佈在台灣的哪一個區塊呢 他們主要分佈是在南投跟高中的山區 這是有名的石板屋 越長 越長 你知道這是什麼房子嗎 這些是我們的最佳男人主角 男人女人 男人女人 帥哥 女人 討厭 好了啦 真的夠帥夠美了 走一走 趕快去休息了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現在位於文化園區裡面的山區裡面 那大家都知道台灣有百分之七十是山 但是我們很多年輕人呢 其實很少上山活動的 那我今天呢就是要來告訴你們 山山有多麼的涼快 然後有多麼的美 你看看這個風景 等一下我會一一跟你們介紹 我現在來考你 好喔 這個字怎麼念 這是咒文的咒啦 不是 嗯 不然呢 你知道這個字怎麼念嗎 來考你 咒文的咒啦 不對 是周 是歐洲 一聲周 那既然你那麼厲害 那你就被台灣全部十六組給我聽啊 幫我們來比賽嘛 好啊 我講一個你講一個 好啊好啊 阿美族 盧凱 賽夏族 達悟 葛馬蘭 算了不會了不會了 我們趕快去學比較快啦 走走走走 真是的 大家好 這是台灣族的經典服飾 你們可以看到我這一身 大家猜猜看我是什麼族啊 達悟族 我是 盧凱族 我是 我是 我是阿美族 你看 紅色代表的是 熱情如火 象徵我們族人都很熱情 所以我的服裝從上到下都是 紅色的 而且很七彩兵分 大家好 我是 我現在身上這個裝扮是 悲男族 大家知道有哪一個歌手是悲男族的嗎 大家好我們是台灣的 欸不是 我是悲男族 我是 台灣族 我是阿美族 我是泰亞族 耶 好我們現在來到這一座吊橋 關流橋 八坤太南馬 他的意思就是 在台灣族語是 關流的意思 好 我們現在來到 亞美族的 那個他們的住家高屋 就像是我身後這樣看到 然後我這邊可以看到 這個是 其實亞美族是 以前達悟族的名字 那他現在改成達悟族 當然我們都很熟悉 達悟族就是在 東部外海 也就是那個 蘭嶼 他們那邊最主要的族群 那 更有印象深刻的就是 他們的飛魚記 好你可以看到 底下後面 後面這間建築物 底下是可以當 當儲藏室 那另外 這個高架的部分 底下呢 是可以養生畜的 上面當然也快舉了 哈囉 我們現在在亞美族的涼廳上面 那亞美族的房屋非常的特別 你可以看到 最右邊那邊 是他們的 工作室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現在開到這間房子 是薩奇拉雅室的船頭床 現在到的地方就是 阿美族的機會說 它這個地方是可以 嚴定層比較高的那些人 可以看很多地方 其實 我今次只能一邊 然後 那樣 也好 是這樣 我們現在 現在到的地方是 瞭望台 這房子 這是阿美族的 生物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 為什麼要有一個 瞭望台 怎麼是要一個人坐在這裡 保護牠們的 屋場 以免他們的儲藏師 會偷走 這個就是阿美族的 圖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